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热门菜品 硝烟羊排 大酒店里卖一盘188 自己在家里做真的是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记得收藏保存 18块钱一斤的羊排 先切成小块 然后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里的蛋白霉 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煎起来 才能鲜嫩布柴 而且还可以去闪 空碗里打上两枚抛腹铲的笨鸡蛋 给它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2000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都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坦了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红心鼓励一下吧 辛苦您了 套好的羊肉 加上原葱丝和香菜段 再加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好吃的关键 就是放上半袋 调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吃过很多家 还是他家的味道更好 现在下单 9块9就有6袋 非常的划算 用它还可以做椒盐排骨 椒盐鸡翅 都非常好吃入味 抓匀后腌制20分钟入味 最后加上少许的干淀粉 半勺食用油 口感会更加酥脆 锅中油热 把羊排下锅煎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切的时候 一定要忍住口水 因为实在是太香了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